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亲要求他退学早点嫁人 父亲抽着烟 你一个女玩 迟早都是嫁人 读那么多书啥用都没有 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抱着父亲的腿摇晃着 爸爸 求你了 你让我考一次试试看 考不上的话我就嫁人 回到县城后 王兴奋拿出头悬梁 追刺骨的劲铺在学习上 想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不料天不随人愿 继母借顾不给他生活费 他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常常饿得头晕眼花 高考那天 王兴奋大姨妈来了 重度痛惊让他坐立难安 再加上精神上的极度紧张 不出意外 落榜了 回到家 继母指责骂怀 说拿出这么多钱供王兴奋学习 简直是浪费 王兴奋泪眼婆娑地去母亲的坟上痛哭了一场 身后 同村的赵大强手里 捏着一张纸巾 怯怯地望着他 亲生说 别哭了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不知该咋劝你 要钱花就支一声 王兴奋的心脏扑通扑通 如小炉乱撞 就这样 他俩走到了一起 赵大强比王兴奋大三岁 跟着他大哥跑长途 是个卡车司机 继母狮子大张口 一口气要了十五万彩礼 赵大强一声不吭地把家里的牛卖了 又去亲戚家借了个遍 总算凑起了这笔钱 王兴奋年龄还不到 所以他们只是白了酒 新婚第二天 赵大强临时接到一个活 他匆匆跟着大哥跑长途去了 王兴奋一个人躺在昏床上 望着四周 空牢牢的 赵大强是实打实的粗汉子 他只晓得跑长途回来 塞给王兴奋一点钱 然后不管他愿不愿意就用墙的 他的内衣内裤从来不换 从厕所出来直接拿起苹果就啃 王兴奋一阵阵的犯恶心 他无法想象自己和这样的人共度一生 可是 赵家花了十五万才娶了他 想脱身谈何容易 趁着赵大强去跑长途 王兴奋告诉婆婆 他去城里探望姨妈 他收拾了几件自己的衣服 带着仅有的两千元私房钱登上了大巴车 实际上姨妈不在县城 在省城 王兴奋一口气跑到省城找到姨妈 当即哭着跪倒在地 说再也不想回去了 姨妈叹了口气 说 我手里有五千块钱 你拿着 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你爸要是找过来 我就说没见过你 俩人抱头痛哭之后 王兴奋到一家郊区的职业学校报了名 王兴奋凭借着吃苦耐劳的劲头 学了一门眉发手艺 暗地里还自学了大学本科的课程 取得了自考的文凭 四年之后 他已经在一家小公司当会计 谁都不知道他的过去 当年那个短发一脸雀斑的姑娘 脱胎换骨一般成为精致的城市白领 王兴奋一头卷发 身材凹凸有致 妆容精致 一瓶一笑间都自带光芒 为了彻底和家里断绝来往 他从未给父亲打过一个电话 也从不和老家的亲戚联系 和过去的王兴奋相比 几乎像是换了个人 这时 毛小冬进入了王兴奋的视野之内 他在一家教育机构工作 正规大学毕业 家境优越 风度翩翩 他表面上丝毫没有表现出对他的兴趣 实际上 却为了接近他做足了准备 王兴奋打探到毛小冬喜欢看电影 参加读书会 还经常去钓鱼 他每一次都精心化妆 他在湖面的东边 他就故意在西面 他在读书会的后排 他就特意挤进前排 踊跃发言 他从不对他另眼相看 他却逐渐陷入一轮情迷之中 终于 他主动邀请他共进晚餐 他却玩耳一笑 说真不凑巧 晚上有约了 毛小冬的性子是越得不到的东西越要得到 王兴奋的欲情故纵的招数正合他胃口 他再次来约 王兴奋落落大方地答应了 他抢先一步告诉他 他喜欢松鼠桂鱼 喜欢纪录片 他惊喜莫名 以为遇到知己 殊不知 王兴奋早已顺着他的QQ 微博 一直翻阅了他五年前写的博客 将他的喜好摸拍清楚 才有的放肆地与他交往 眼看着毛小冬一步步落入自己的情网 王兴奋特意打听了一家私人医院去修补了内层膜 不管他介意与否 他要将所有的工作做到位 争取一击击重 俩人跨越男女界线的那一晚 毛小冬激动地抱着王兴奋说 小芬 我爱你 你嫁给我吧 王兴奋的泪水汹涌落下 为了这一天 他等待得太久太久 王兴奋给毛小冬打造了一个温柔又独立的妻子人设 他父母双亡 靠着自己走到今天 新婚过后 王兴奋和毛小冬远赴欧洲旅行 美好的爱情滋润着他的面庞 他由内而外都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生活美好顺遂之后 王兴奋下意识地和过去的同学来往起来 赵新曼和冯丽都成为了他的闺蜜 恰在此时 王兴奋再次遇到某个客户 上次这个客户就瞪着他上下打量 还问他家是不是会浓的 王兴奋笑着点点头 很肯定地告诉他 家是会浓的 十几年前就搬了过来 客户嗷嗷了两声 干笑着说 我就是说嘛 那个丫头吐气得很 哪里像您这么扬起哦 没过几天 姨妈就找了过来 王兴奋尴尬不已 急忙把他带到休息室 你爸快不行了 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姨妈的嘴唇颤抖着 说这么多年 你很心不回去 要不是渔村的一个人说遇到你 我还不敢相信 你爸被赵大强家的人打了好几次 他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 你那个后妈一和他离了婚 到现在还欠人家赵大强家五万块钱 胃癌 快不行了 回去看看吧 这么多年以来 王兴奋伪装自己 麻痹自己 从心底里说服自己 确实是个父母双亡的人 他以为早隔绝了对父亲的思念 但是 等到从姨妈的口中 听到父亲的消息时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所有的坚强土崩瓦解 明知道一旦回去 很快就会被赵大强家的人知道行踪 但王兴奋仍然在一个夜晚 开车偷偷回去了一趟 他把车停在了村外的马路边 一个人悄悄进了屋 父亲躺在床上 从前一米七八的庄稼汉 自可缩成一团 黑瘦黑瘦的 王兴奋的泪水瞬间滑落 他握着他的手 哆嗦着说 爸爸 是我 你 你 你这个死丫头 父亲睁开眼 颤巍巍的伸出手想打他 又缓缓放下 笑声说 赶紧走 赵大强家找到你 就麻烦了 爸爸 这是钱 都是现金 你让人给赵家送过去 王兴奋擦了擦眼泪 慌忙把布袋里的现金 放在父亲的床头 黑暗中 他像个贼一样 飞快地溜出家门 跑到车里 一脚油门急之而去 这些年来 王兴奋尽管努力掩饰自己 但毛小冬仍然感到了他的伪装 他和他吵架时 怒骂他装蒜 骗子 土包子等等 然后摔门而去 但是房子 车子 孩子 各种社会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 王兴奋知道 毛小冬不会轻易和自己离婚 有这一点就足够了 自从偷偷回老家一趟之后 王兴奋的眼皮一直在跳 果然 赵大强顺藤摸瓜 通过老乡打听到了王兴奋的单位 大摇大摆地在会客室里等他 他走到门口 看到多年前的那个男人 自制一口黄牙 对他宁笑时 耳鸣轰隆一声 腿脚发软 怎么 给五万块钱就想打发我 我找到你老公 看看他怎么说 赵大强黑黑一笑 王兴奋低声怒吼 无赖 再这样 我报警了 给我十万 我立刻闭嘴 赵大强冷笑 我还会让其他亲戚也闭嘴 想得美 你这是敲诈 王兴奋说 就这一次 赵大强的语气软了点 王兴奋雾蒙蒙的眼睛里 饱含着泪光 他低声要求着 我也不容易 你何苦逼我呢 逼死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行吧 我考虑一下 回家抽钱 赵大强拍拍他的肩膀 笑着说 我就知道 你舍不得现在的一切 王兴奋回到家后 亲自下厨炒了几个菜 开了一瓶红酒 哟 这是什么情况呀 毛小冬回到家 一脸吃惊地问 先吃吧 肚子饿了 王兴奋温柔一笑 说完低头吃菜 吃着吃着 他的眼泪处处地落下 小声说 小冬 我对不起你 毛小冬在王兴奋的 唾起声中知道了一切 他沉默了 我们离婚吧 我惊身出户 王兴奋叹了口气 说 我隐瞒了那段事实上的婚姻 可是 我真的太在乎你了 我知道 说什么都无济于事 毕竟我伤害了你 我带着肚子里的孩子 和女儿重新生活 你现在离婚后 是黄金单身汉 大把的姑娘等着你呢 什么 肚子里的孩子 毛小冬吃惊地瞪着他 王兴奋低着头 大滴大滴的眼泪 无声无息地滚落 他点点头 小声说 已经两个月了 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 毛小冬的父母 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离婚之后 各自组建了家庭 他一个人在农村的奶奶家 孤独地过了很长时间 因此 毛小冬平时游戏花丛 实际上 是个非常重视家庭 和孩子的人 王兴奋料定 他不舍得让孩子 一出生就没了父亲 又满脸忧伤地说 我前阵子到香港 咽了血 是男孩子 天哪 真的吗 我太高兴了 毛小冬抱住 王兴奋亲了一口 哈哈大笑起来 我以为自己逃出来之后 凭借着努力 可以获得新的生活 没想到 他居然敲诈我 王兴奋长长的睫毛 挂着泪珠 他的嘴唇红润而小巧 握紧油帘 毛小冬气呼呼地说 甭理他 他妈的 告诉他 我知道 我不在乎 你好好养着身体 我来搞定这件事 王兴奋激动地搓着手 他扑到毛小冬的怀里 戳气着 谢谢你 我这辈子认定你了 毛小冬笑了笑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历日 王兴奋去接毛小冬下班 还没走到他办公室 就听到他在和人打电话 行了嘛 离里又咋的 好歹是孩子的亲妈 他还能出什么幺蛾子 等孩子大了 再离也不迟 你儿子我什么时候 不是姗姗惹人爱啊 毛小冬说着 低声笑了起来 不知为什么 王兴奋腿一软 顺势拐到卫生间 卫生间的过堂风很凉 一阵一阵浮面而来 这场婚姻里 他要的是毛小冬 给予的稳定 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 而非爱情 毛小冬要的 不过是一个顺从 且几乎隐形的妻子 大家各取所需罢了 他才不会像赵新曼 那个笨蛋 发现丈夫出轨之后 决然离婚 傻不傻 和谁过不是一辈子 爱情对于成年人来说 太奢侈了 赵大强不过是想额钱 他根本想不到 王兴奋和毛小冬 会沟通的妥妥贴贴 这世界 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之后 省却很多烦恼 就这么糊涂的过吧 只不是各取所需罢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大家 защ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